大家好 我是杰西 欢迎大家跟杰西一起收看 今天是12月7日的英文新闻 首先我们要看到的新闻是 在台湾过年的时候我们会穿新衣 那在北美的话 他们或欧洲的话 他们过圣诞节的时候会穿什么呢 很多妈妈都会特别帮孩子做那种圣诞节的毛衣 就是上面有像圣诞节这样子的装饰啊 然后一些图案 好 那我们看一下 今天是谁穿这个新的毛衣呢 是T-Rex A giant Christmas jumper has been created for a Tyrannosaurus rex at London's Natural History Museum 好 一件巨大的 Giant 本来是巨人 这边可以当巨大的 好 圣诞节的毛衣 Jumper就是像美式的Sweater一样 它的英式比较常弄Jumper 巨大的毛衣 Has been created 现在完成被动 好 已经被制作出来了 好 做给谁呢 给这个暴龙 哦 这名字很难念 Tyrannosaurus rex 所以我们常常就直接叫它T-Rex就好了 好 在哪里呢 在伦敦的自然历史博物馆 国外好好 国外博物馆都有恐龙可以看 台湾好像还没有可以看恐龙的博物馆 对不对 好 我们来看一下恐龙穿上 那个圣诞节毛衣之后是什么样子呢 登登 对不起 登登 是在这边 很可爱吧 你看这边有圣诞树 有雪花 好 这样子 这是什么是谁想出来的主意 帮这个恐龙展示的恐龙穿圣诞节的毛衣 好 好 那这个animatronic 大家可不可以想到那个animation动画 electronic电子 好 常常会有字这样子结合 那这个其实就是用电脑操作 然后可能在动画在电影里面出现 那这边呢 我是觉得这一支可能是可以用动 用电脑操作让它可以动的 好 这支T-Rex 我们刚刚讲有没有 太长了啦 我们直接就要T-Rex暴龙 好 It's sporting the festive knit Sporting exporters不是运动吗 好 你去查一下字典 看到很下面的地方 在字典里面呢 最上面的就是最长的用法 比较不长的用法就会放在最下面 好 最下面它可以当动词 当穿着我穿戴的意思 我以前也不知道unite sport可以当穿戴的意思 好 所以这支暴龙呢 穿着这个festive就是有节庆的 好 knit 指的就是针织物 指的就是那一件毛衣啦 好 这件毛衣 它穿着这件毛衣 我们已经知道了 对不对 所以后面打一个逗号 这是放在最后面的 所以是一个非限定的 新农词子具 只要一个逗点就好了 好 修饰这个毛衣 这个毛衣是谁做的呢 has been made 又是一个现在完成被动 跟这边是一样的 对不对 好 是一个family run firm 好 firm就是公司 一个家族企业的公司 在Lester这个地方 好 British Christmas Jumpers have previously produced sweaters for Asheron and the house of Param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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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British Christmas Jumpers 你看到这边都是大写 这是英国的圣诞的毛衣 那其实你看它都大写 你就应该猜得出来 它是什么呢 公司的名称 好 这一家公司呢 has previously previously就是先前的 produced 制造 好 现在完成是这边 制造了 做了 sweaters 做毛衣 给谁 给Extron 好 我有看过 这个Extron是一个歌手 在算蛮有名的英国歌手 红法艾德 他唱的歌还蛮好听的 好 我有看过他穿 他今年 他今年尤其又跟 Elden John 一起出了那个 圣诞专辑 好 所以我看过他穿过 像刚刚那样的毛衣 好 And the House of Parliament 好 我这个对不起大家 我一定要来查一下 我记得他是念 parament 但是呢 他看起来似乎要念 就是常常会有时宜请原谅 parlament 对不起 好 我刚念错了 是parlament parlament就是国会的意思 好 这个House of Parliament 就是上下议会 就是议会的意思 有上议院跟下议院 合起来就是议院 就是整个议院 这样子的意思 好 那这个是 好 就是一开始 比较轻松的 来 我们再看一次 再解说一下 等一下再解说单子 A giant christmas jumper has been created for a tyrannosaurus rex at london's natural history museum 看我念着这样 就知道 我跟这个恐龙很不熟 好 没有很在乎恐龙 都不能这样讲 Animatronic t-rex is voting the festive knit which has been made by a family run firm in Leicester British christmas jumpers has previously produced sweaters for at chiron and the house of parliament 对不起是parlament 我刚刚念错了 我把它跟另外一个字 我忘记是哪一个字 混在一起了 好 那这个是第一篇的 保龙的新闻 好 大家觉得很麻烦 你讲t-rex 别绝对 英语母语人是绝对听得懂 t-rex就可以了 jumper jumper是毛衣 也就是美式的 我们常讲sweater 美式比较常讲sweater 比较少听到jumper 第二个 这个是爱的音 tyranosau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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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x tyranosaurus rex 好 就是暴龙 一个词你觉得很难念的时候 你把它分音解 然后念个五遍 大概就会ok了 tyranosaurus rex 好 我刚 念得不够多遍 好 第三个 animatronic 电视动画的 电视动画的叫animatronic 第四个 sport 很少用 但是动词它当穿戴的意思 好 第五个 festive festive 行动词 节庆的 第二个 nit nit 名词 真知物 它比较常当动词 就是知毛一知 什么什么的 这样子 好 第七个 previously previously 付词先前的 好 最后一个 the house of parliament the house of parliament 就是意愿的意思 好 第二个 看到一个比较悲惨的消息 好 这个 这个 CEO实在蛮过分的 Beta.com Facial Guard announced the mortgage company is laying off about 9% of its workforce on a zoom webinar Wednesday abruptly informing the more than 900 employees on the call they were being terminated just before the holidays 好 美国 现在就感恩节 大家要过圣诞节了 对不对 就是圣诞佳节 有点像我们的 过年前戏了 结果呢 这一间公司叫做 Beta.com 好 他的执行长 CEO 好 就宣布了 Announced 宣布了什么事情呢 The mortgage company 这家公司是一个 抵押的公司 可能就是你可以拿什么东西 去抵押 借钱之类的吧 好 不知道 我们有很详细的去查 总之呢 他们公司怎么样呢 is laying off 好 在英文 lay off 这个是一个片语 就是解雇的意思 叫你回家吃自己啦 好 就是解雇的意思 好 大约 百分之九 好 of its workforce Workforce 的话就是你的 员工 就是你的工作力量 就是你的员工的意思 你的劳动力 好 就是他们公司的 百分之九的人 就都被解雇了 好 怎么样宣布 他们被裁员 他们被这个 lay off就是裁员啦 对不起 lay off是裁员的意思 好 被解雇 我被裁员 on the zoom webinar 好 这个webinar 大家应该有听过seminar seminar的话就是一个研讨会 那webinar website webinar就变成是一个线上的研讨会 好 在zoom 大家不知道没有用zoom 解析现在蛮常用zoom上课的 好 他就是一个线上的 就是你可以开会议的 好 上课的这个系统 好 就是线上 等于像是线上会议这样子 好 突然的 好 inform me 这个inform me 为什么突然跑出来呢 他是一个 现在分词 骗语修士 这个ceo 好 inform 就是通知告知 The moon and 900 employees 就告知当场在开会 他开会的人数可以很多人一起开 好 所以总共有900个人在线上一起开 emperies就是员工 好 在那个那通电话 那个线上会议上 好 那告诉他们什么事情 这里是一个名词之句 They were being terminated 好 在那个时候 讲话那个当下 所以是过去 现在被动 好 word加emong ing 是过去式 那进行试是逼动词 加动词的第三态 所以在讲话那个当下 他们就被 terminated 好 terminated跟那个 就是被解雇了 这样的意思 just before the holiday 很残忍耶 就在那个 就像台湾 你在过年一样 然后给你开一个线上会议 然后跟你说 你被财职 你被 你被 你被那个什么 你被裁员了 这不是很 这真的蛮难过的 现在连裁员 裁员是一个很难开口的 你要去跟人家讲说 you are fired 然后电视演的很简单 你被解雇了 好 没有那么容易 就是 其实有时候看那个电视电影 他们就是 你要找一个人 然后跟另外一个人讲说 找主管 然后跟员工讲说 你被裁员了 你明天开始不用来上班 这是很难出口的 很难讲出口的 所以这个CEO就想说 那我就我来吧 我一次 就把900个员工 就不用浪费时间这样讲了 这家公司 好 假如是在台湾的话 他就会劝大家 不要再去这家公司了 太过分了 好 今天看到比较特别的新闻 Beta.com CEO Fisher Guard announced the mortgage company is laying off about 9% of its workplace Workforce 对不起 Workforce Workplace 是工作的地方 Workforce on the Zoom webinar Wednesday abruptly 突然的 刚刚忘记解释了 Informing the more than 900 employees on the call they were being terminated just before the holidays 好 CEO大家可能应该知道 叫做Chief Executive Officer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讲了你不知道的话 你现在就要把它记住 这是执行长 第二个 Mortgage Mortgage 名词抵押 抵押借款 抵押的那个字 Mortgage 好 这个T不发音 稍微注用一下 Mortgage 这样子 再一个 Lay off Lay off 解聘 也可以就是裁员的意思 你没有做错什么事情 但是公司就叫你走路 这个跟FIRE 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 Lay off 是裁员的意思 Workforce 就是劳动力 员工的意思 Webner 刚刚有讲的 就是一个线上研讨会 这个字 推测 但觉得应该不会错 就是从Seminar Seminar 研讨会 这个字来的 abruptly abruptly 就突然的 突然在线上跟你讲说 你工作没了 就来做一个terminate terminate 动词 解雇 它有中止的意思 那这边当然是解雇 就是没有工作了 就把人家FIRE掉 这样的意思 好 最后一个看到是比较政治的新闻 就是美国不去参加 明年的 那是明年吗 今年2011对 明年的 东京 不是东京 我还在东京 北京 东京玩换北京 好像没有西京 好 北京的冬季奥运 The US has announced a diplomatic boycott of the 2022 winter olympics in Beijing China 美国has announced就公布了 说怎么样呢 a diplomatic boycott diplomatic就是外交的 boycott就是一个叫做杯葛 有点像抗议这样子吧 of the 2022 冬季奥运 就是好像是两年两年 四年四年 对不对 所以冬季 就会是在其中当中的两年当中 所以明年的冬季奥运 是在北京的 中国的北京 我在讲 在中国的北京 但是他们就说 美国就说 我们要杯葛啊 好 The winter house 对不起 The white house said no official delegation will be sent to the games because of concerns about China's human rights record 好 白宫 不是winter house 是white house 白宫 白宫说了呢 后面名词子句 no official delegation no delegation就是代表团 official是官方的 没有官方的代表团 会怎么样呢 will be sent to the games 好 会被送去 就是会被派去那个比赛 好 因为什么呢 because of 后面加一个名词 because的话 加指句 主持动词 because of加名词 好 因为concern的话 就是关心 担忧 好 他们担忧 有关于什么东西呢 中国的人权问题的记录 好 human rights record 就表示中国人权记录 没有很好 所以他们很担忧 所以他们就是要 做出一个就是 啊 我们对这个东西很关心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 这样子 有点像一个表态这样子 好 but it said U.S. athletes could attend and would have the government support 但是呢 美国运动员都可以参加 然后呢 也有政府全面的支持 好 这个就是 这个杯葛呢 这就是外交性的杯葛 这就叫外交性的杯葛 你知道这种外交性的东西 我们也不太懂 好 那就比较大一点点的新闻 好 这边没有什么单子 是diplomatic diplomatic 外交的 第一个 boycott boycott 背个字 第三个 delegation delegation 代表团 好 那他的代表团里面的人呢 叫做delegate 好 delegate 这个字可以记一下 就是代表 第二个 human rights human rights 就是人权 好的 非常感谢大家 宝贵的时间 跟杰西一起收看 今天的英文新闻 那我们就明天见了 谢谢收看 拜拜